大家好, 焦点视频, 星sir 逆喝情愿的时间, 迎光幕见咯, 我们的主角, 星sir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星sir, 王伟生师傅 那我星sir, 之前呢, 其实我们都有一些的杂数呢, 我们就讲过一些的, 艺人的感情生活 是, 感情生活 大家都很了解, 娱乐圈都很有趣, 这几个月, 我觉得好像踏入2020年, 发生了很多事情 偷吃就偷吃, 结婚就结婚, 变好就变好, 总之很多事情发生 有一位大台的女艺人, 我有留意她 其实她都很受我们一些观众的男士的欢迎 是, OK, 就是大台的其中之一位, 俗称叫花旦 是, 就是陈盈小姐 是, OK, 好了, 我想请教一下 其实在陈盈这个名, 或者她的八字, 我想八字 有没有一些玄机可以看到她, 她有什么性格 其实她都算是快上位的 是, 没错 那么快上位, 有什么玄机呢 那我就不如跟她的少少性格背景讲起先 那在网上, 就认识陈盈 她是1989年出生的, 她是属蛇的 那原来她的名格当中, 就叫做月卯日圆 那月木呢, 就是代表一些花草树木 那木呢, 是一些很陰柔, 很善解人意 那但是呢, 木呢, 有一种特性的 她呢, 就是内心的想法, 又不会那么容易去表现到给你看 那原来呢, 陈盈呢, 她呢, 本身就坐一粒叫做绿合的桃花星 那凡是呢, 人带一粒叫绿合桃花星呢 是代表个人呢, 好有一个吸引力, 和亲和力的 好了, 那原来呢, 凡是这些星呢 她呢, 人缘, 異性缘, 观众缘, 甚至是 也有很多朋友呢, 很喜欢和她聊聊聊聊, 结交 那简单来说, 人缘真的非常之好 那为什么她这么早成命呢 那原来呢, 她呢, 都几早走好运的 那原来呢, 月木呢, 最需要什么呢 又需要太阳, 又需要水的滋润 原来她一早走运呢, 就走一粒叫做文昌印星 那原来这粒星呢, 就有一粒水 水呢, 水呢, 就原来呢, 代表她的才华发挥 那所以呢, 她的人缘, 老师, 长辈, 贵人, 助力都非常之好的 那读书不用说了, 一定是很聪明的 因为水是煮自费的嘛 那所以呢, 她很早出来做的时候呢, 她呢, 已经有一个 这个花名叫做贼男女神的 原来叫做, 原来呢, 她先天呢, 也都透了一粒叫做财华星 我们叫做食神相观星 那, 她非常之有力的, 这粒星 那, 原来, 凡人有这粒星呢, 都喜欢呢 在说话表现欲方面呢, 都可以发挥到她自己一种吸引的魅力的 就是, 她要是不说话, 一说话不知为什么 很令到别人很绝留意她 那所以呢, 她本身就有一种密达责了 好了, 看回了, 原来她在演艺事业方面来说呢 今年, 2020年, 22年, 23年, 25年, 26年 有机会可以获奖了 是啊, 尤其是今年2020, 2021年 那, 她呢, 有机会呢, 可以担任女主角的角色的 那, 希望她就把握这个机会了 是, OK, 那, 就是, 看这一个娱乐圈, 是吧 那,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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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艰辛地去演出呢 那, 而得到一个的证明, 或者得到一个肯定 绝对是一件好事 嗯, OK, 那, 好了 那, 那, 这样东西呢, 都很多人都想知道的 嗯, 像你所说的, 是 是 是 那, 那么, 究竟, 几时会去到哪一日 那, 女神结婚了, 新郎又不是我呢 那, OK, 那, 那, 原来, 女命呢, 想, 就是, 嫁得好呢 嗯 一定要事业有成的 女? 凡是, 事业是有什么带动呢 带动财星的嘛 原来呢, 女命呢, 财就会生旺的宽升的 那, 所以呢, 她在这个事业方面呢 一定要先提升了 那, 而且呢, 她的八字呢 那, 财气通门户格局来的哦 所以呢, 她有财, 有名, 有利 那, 她就会有婚姻的 那, 我们不如首先讲一下她的工作先啦 那, 原来呢, 牧的人呢, 就非常之有上进心的 那, 爱表呢, 其实她呢, 是很有膽色 天生呢, 非常之聪明 那, 财气呢, 呢, 刚才说过了 那, 财气通门户家的财气不差啦 那, 赚钱能力方面也好, 又有头脑啦 那, 所以呢, 同亲她合作投资的人呢 都很容易赚到钱的 那, 但是呢, 她呢, 就缺乏了一件事 那, 她内心的计划方向, 信心呢 就是偏弱的 那, 所以呢, 在玄学角度上来说 我们叫做财旺胆小 那, 要靠呢, 比肩的助力 那, 命带呢, 就真的有一颗叫比肩升 那, 就是合作的朋友, 我们就叫比肩了 那, 所以呢, 她呢, 做生意呢, 人生起步呢 必须有人扶持啦, 必须有人提睺啦 她的命带就有啦 所以呢, 她出到来, 又有人提睺她啦 在做生意方面呢, 也都会有一个非常之良好的partner 跟她一齐做一些创业的 嗯, OK 那, 看回了, 原来呢, 她的钱财方面呢 财星是熟土的 那, 原来火呢, 五行就会生土的 那, 所以呢, 她从事一些, 譬如, 首饰的行业 发光发业, 发亮, 变幻 五盒六色的东西, 幻彩的东西呢 都会比较容易呢, 找到不错的收入的 那, 她生意好, 也都是适宜 她的命格适宜可以外销 做多些外销的生意 那, 希望她的钱财得到一些进账 那, 那, 看回她的命格当中呢 反映, 她这一两年呢 都会容易有一些合作的机会 和别人再合复的机会 那, 所以在36岁前呢 那, 她应该都会做到一个小父母 那, 赢到钱, 当然是, 刚才说了 那, 感情生活呢 是应该会有一个非常之好的提升 那, 命格当中呢, 原来是属于一种 我们叫做旺夫格 所以呢, 她自己越赢到钱, 感情生活呢 就越好 那, 简单一点来说 那, 她呢, 丈夫方面呢 非常之有一个优厚的条件 那, 属于一些大家族 或者, 她本身的男朋友 或者, 未来的老公呢 那, 资产方面, 物业方面呢 非常之好 而且呢, 她是很注重家庭的 嗯 她比较喜欢一些稳重型的男士 那, 那就弥补回她呢 她呢, 本身身形先天呢 一些安全感不足 嗯 那, 所以, 如果你问我了 那, 她感情方面来说呢 其实, 她命带那个观星呢 就不显的 不显就是代表呢 个人低调 那, 如果她真是内心 认定了她有一个男性的朋友呢 她呢, 一定是会曝光的 那, 如果她呢 那, 在一两年呢 她应该是会有一些 男性的 桃花星出现的 那, 如果她认定了呢 那, 如果她认定了呢 那, 今年 2020, 2021呢 呢, 曝光机会率呢 也都相当高的 哦 那, 好了 那, 希望呢 她在这个 三十五岁前呢 呢, 谈婚论嫁的机会呢 就相对大 嗯 那, 最好的时间呢 就是求婚 或者是说结婚 那, 譬如我今年说了是想结婚 或者是求婚 未必是今年做的 可能是前一两年 那, 最适合的年份就是2022 2023年 嗯 OK 那, 升长 那, 我想问一下 就是, 她其实呢 我知道呢 好像说呢 一些报道呢 就说她都在搞一些生意 是 是吧 一些网购的生意 是 似乎都是上升的 是 那, 刚才你提及到呢 就是, 她有财星 嗯 是吧 那, 她有财星 那, 即是说 她有一些的财运 是, 没错 那, 但是 我想这个 即是, 她的生意 都搞得 叫做 开始有星有息 其实不止她的财 哦 可能她是一个 挺聪明的 的女士 来的 她绝对是 她绝对是 她非常之聪明的 因为她 她坐一粒叫做 六合星 嗯 六合星 除了是 代表人缘 也都可以代表她的 思想头脑 是非常之灵活 变化相对大的 哦 OK 那, 好了 那,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一些什么 中谷 你可能你看到 是 是 有些少出事 可能 是 是 即是, 你说是 在工作 还是想问感情 两样啊 工作和感情啊 不妨可能 就是, 陈小姐 她看到的时候 让她参考一下 嗯 好了, 这样呢 首先呢 如果她是有一个很稳定的感情 或者结了婚 我都挺相信的 她的工作上方面 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型 或者改变的 嗯 是的, 所以呢 这件事她就要想想了 尤其是呢 刚才说过 她很适宜是外销的 因为她的产品 是坐着一粒逆马星 外销是她的人 外销还是她的 是, 产品 是, 产品外销 她的销售 她的销售 打远一点 所以呢, 对她非常之有利 哦 很厉害? 即是某程度上 事业和爱情 她是不能够完全都相线 发展得很好 她先赢事业 后赢感情的 所以她越赚得到 多钱 或者收入越好呢 她的 未来的 伴侣呢 质素是越高 哦 是啊 OK 那又有没有说些什么 看到这些玄机 就是说 可能她的丈夫 又怎样 年纪要大些 之前好像 例如阿嬌 那样的例子 你都说过 是 是 嗯 OK 原来看回她本身的命格 她那个观星是属于一粒叫做七杀星的 那七杀星呢 都是代表一些 譬如是 大五至七年 或者小五至七年的 甚至同年都可以的 同一个年龄 是啊 同一个年龄都可以的 那当然 她现在缺乏什么 她最最第一个就是 有时候她的信心不足 她最重要就是二粒星 那所以呢 给她年长 或者是有人身经验的 有丹带的男性呢 是比较好一点 那一般如果 以命格来看的 我们都会建议 她都是适合年长一点的 嗯 嗯 OK 那这也是比较好的 是吧 就是人身月历 也可以也都可以帮到她 大家相辅相成 没错 OK 那好了 那星长 我想下一集 OK 我们又讲一些 关于娱乐圈的东西 好啊 好吗 那下一集 我们再见 星长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